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 刘亦菲,我素颜,杨颖,我素颜,迪丽热巴,难道我就化妆了? 众所周知,娱乐圈很多女明星首先都是凭借着自己颜值去获得观众的关注。 所以她们每次都会利用精致的妆容造型来为自己引起话题度,基本都很少看到她们素颜真实的样子。 今天小编要为大家带来的就是那些素颜状态下的女星,大家一起来品品吧。 刘亦菲的神仙姐姐一直都深入人心,她的演技精湛,样貌又十分出众,让她收获一大波粉丝。 不过刘亦菲一直都很低调,最近很少出现在荧幕中,但粉丝依旧对她很是热爱。 刘亦菲的素颜还是很漂亮的,皮肤状态真的很好,五官精致的她让人看到了什么叫做真正的美,化不化妆颜值一样很高啊。 刘亦菲可谓现在是娱乐圈的大赢家,是不少人心中的女神,她混血的长相吸引了不少人的眼光,不得不说刘亦的颜值真的是让很多人都羡慕。 不过,杨云卸妆后就让人有点失望了,皮肤明显暗沉许多,法令纹非常明显,看起来老了几岁,远没有平时的灵气和生动,但是好在五官精致,还是不错的。 迪丽热巴最近两年的资源很不错,作为一名新疆的姑娘,她的颜值更是让很多人爱了。 最近迪丽热巴也是一直在忙于工作,基本都是待在剧组,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 卸妆后的迪丽热巴可能是因为工作忙的原因看起来苍老了不少,不过可以看出她的五官还是精致立体的,虽然肤色更暗一点了, 但她的颜值还是在线的。 热巴颜值翻车 生涂曝光连种法令纹众贤老太,与精修照差别大。 迪丽热巴一直都是娱乐圈公认的浓颜系名艳大美女,精致中带着些抑郁时尚。 随处一站都宛如一朵人间富贵花,万万没想到现在才28岁的她也会有颜值翻车,被质疑美貌而且还觉得老了的时候。 5月16日,有媒体曝光迪丽热巴在横店拍摄《长歌行》的最新陆时尚品。 完全是未修的生徒中迪丽热巴穿着新解锁的枫叶印花白袍,头戴金冠。 额前还垂着两条宛若隆须的头发,造型看起来英气中又带着一丝迷惑。 当时正下着雨但是并不影响演员们拍戏的热情,迪丽热巴冒着雨拍摄街头狂奔的戏份。 卢顶加高的奇怪头套让迪丽热巴整个人的脑袋都大上了一圈。 而且不知道是不是最近吃胖了的缘故,她的脸看起来肉肉的有些浮肿。 隐隐约约似乎还有点霜下巴,笑着的时候高挺的鼻子鼻意外,翻肿大颜值看起来有些崩塌,身形也有些显壮硕。 不过最让人吃惊的是迪丽热巴平常神采奕奕的眼睛。 在视频里哪怕是笑着眼神都看起来比较呆滞眉睛打彩的,让她整个人尽显疲态。 再加上肿胀还分层的眼皮和深重的眼带黑眼圈让眼睛尤其突出。 不笑的时候嘴边的法令纹深重都清晰可见,眼神看起来尤其凶悍。 不少网友看了露时尚屏之后都觉得有些幻灭,纷纷惊呼为什么迪丽热巴的脸肿成这样了? 而且还有不少网友以为她是被故意劫的丑徒,专门找视频来看结果,发现确实有点男像嫌老太。 纷纷惊呼好老,好大妈,还吐槽她和男主无雷有母子感。 还有网友看了迪丽热巴的样子之后,觉得她和表情包伤心蛙有点像。 5月15日长歌行剧组发布精修剧照和视频。 里面迪丽热巴饰演的李长歌英姿飒爽,气质如双血傲力,眼神坚韧美丽。 而且因为迪丽热巴本人的状态以及浮化到对原著漫画中的李长歌形象高度还原而好评如潮。 然而今天5月16日迪丽热巴的路透,生涂出来之后让大家觉得和精修照的反差太大,由网友吐槽直接打回了原形。 相似角度的侧脸照对比,路透比精修照看起来圆润蹲视了一圈,细看下判若两人。 看来脱离了精修和滤镜,迪丽热巴的扮相让人有些难以接受,不过毕竟是路透毕竟角度都比较刁钻的明星私下状态,具体还得看剧中演员的呈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